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走在路上或是坐公车 在餐厅吃饭时 一段熟悉的旋律突然出现 可以让我们放半脚步 想起了过往时代的点点滴滴 听到橄榄树 让人想起了70年代单纯的校园生活 听到罗大佑的鹿港小镇 想起了80年代的独时呐喊 而五月天 则让人想起了疯狂的高中生活 不同时代的流行音乐 都各自装载着每个人不同的回忆 你的音乐记忆是什么呢 也许接下来的新闻 可以让您找到感动的共鸣 每一首流行音乐 都代表着不同时代的声音 战后台湾的国语流行歌曲 主要还是来自旧上海时代 一直到1954年 一首广受欢迎 而且是本土创作的歌曲 绿岛小夜曲诞生了 到了60年代 除了广播与电影之外 电视也出现了 当时台视的节目群星会 捧红了许多歌星 如摇苏荣 邓丽君等都是 1970前后 钓鱼台事件 退出联合国 以及蒋介石事事 台湾仿佛一下子变成 失根扶贫 不过另外一方面 十大建设 还有经济起飞 又同时让台湾对未来充满梦想 在这样的年代里 人们开始思考自己是谁 应照音乐 就是寻找自己的旋律 唱自己的歌 风飞飞温暖的歌声 平易近人的装扮 写取台湾国语 马上与听众找到共鸣 同样的年代 在大学校园里 大部分的学生听西洋歌 唱西洋歌 把西洋歌曲当作自己的歌 不过也有一部分学子 不满足于只唱西洋歌 也因此开启了名歌浪潮 清零年代后期 正宜的乐情大受欢迎 这首歌除了向台湾本土名谣 前辈陈达致敬 也有一个重大意义 就是在这个年代里 学生唱自己的歌 也能获得大众认同 八零年代 台湾的流行音乐 开始剧烈转变 戒淫了三十多年的台湾 正在被民主的力量冲撞 苏瑞高唱的声音 摇滚的烟曲 在民众心中投下了一枚震撼弹 不管是鹿港小镇 还是一样的月光 都是用摇滚的方式 向快速都市化的情况呐喊 而随着生活的富足 加上录音积极随身听的普及 让听音乐变得时尚与个人化 也直接刺激当时的唱片市场 反观台语歌曲市场 由于政府对方言的限制 让台语歌曲的市场萎靡不振 刚好这两首歌唱出当时的新生 1987年台湾解言 叶启田的爱比亚 加以牙狂消八十万张 表示台湾人对未来的乐观看法 与此同时 台湾流行音乐的运作机制 也趋于成熟 90年代 当林强唱着虾米龙米嘎时 野百合学运 加速了台湾的民主发展 整个社会正在向前迈进 随着流行音乐市场越来越大 许多港澳歌手也开始进入台湾市场 五百的现场乐团录音的专辑 张慧妹带动了原住民流行音乐潮 台湾乐坛 众生喧哗 毫不热闹 那我觉得流行音乐 或是各种流行文化商品 其实就在跟大众对话 你能够说到大众 或是这个集体社会 心里的那样子的那种感觉 其实它就会造成很大的回响 从凤飞飞到周杰伦 从建言到铁言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个小小的岛 充满如此旺盛的创作力 台湾呈现出来一个 非常蓬勃 而且非常强大那种创作力 流行音乐只有在台湾这种 所谓的非常自由 非常民主 就在这样的土地下 它才可能开发结果的 而这个是台湾非常珍贵的资源 从广播电台 电影 电视 一致网络的出现 从黑胶唱片 卡带 CD 变成MP3 随着科技的发展 让音乐随手可得 面对不同的处境 台湾的流行音乐 要如何面对与改变 我想就是接受它 我们把我们的音乐 拿到网站上去 我们把我们的音乐 透过数位音乐 下载的方式去销售 现在我们不只卖唱片 我们还有数位音乐 我们还有演唱会 我们还有因为 艺人所延伸出来的 很多相关的这种 市场活动跟收益 不知调 不明远 不想要 为什么 二十一世纪的华语音乐 不再只看唱片销售量 歌手扮演唱会 签唱会 甚至登上大荧幕 多元化发展 此刻 尽管音乐环境 已与过往大不同 但台湾创作的能量 依旧饱满 感谢观看